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有遇过让他心动的女性 对此他也开始怀疑自己的性向 表示自己非常幸福对方 更认为如果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 应该会蛮不错的 但当下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 随后他也说到 如果男生和女生站在一起 自己都会比较喜欢欣赏女生 就像是主持人都站在前面时 他的眼里却只有代搬主持人宇宙 一番话让现场众人开始起哄 要两人亲对方 对此宇宙也相当大方的 将脸凑上去 让杨晨曦亲眼夹 此时在一旁的献哥却搞笑说道 终于知道大飞被毁昏的原因了